黑马铃羊简称黑马铃 人称黑脸怪,顾名思义,有着全身黑色的皮肤 黑马铃瓷灵体型叫熊灵小 熊灵的脚又大又弯,约80到165厘米长 瓷灵脚则只有60到100厘米 熊灵体色叫深黑即头顶,长了一对较大的脚 熊灵体色为深灰或黑色 瓷灵即右灵,则是绿色 成年的黑马铃,有着可单条老虎狮子的实力 但是下面这只雌性黑马铃不但没有展现出单条狮子的实力 反而被狮子抓到了 一只狮子扑在他身上,撕咬着他的后腿 另一只狮子在一旁放哨 可能是在看有没有猎狗过来截胡吧 黑马铃的力量也是很大的 这只狮子尽管用尽全力啃咬其大腿 他依然强健有力地挣扎着 放哨的狮子看不下去了,也跑来帮忙 他一口咬住黑马铃的脖子 黑马铃发出惨叫 后腿依然被死死咬住 要是腿断了可就真没办法跑起来了 他球声誉很强 四肢极力挣扎 纠缠了一会 黑马铃有了个趴着的角度 黑马铃开始晃动着自己的头 试图用头顶的脚去攻击狮子 狮子的反应也很灵敏 咬住后腿只需要身子躲在黑马铃尾部 这样无论黑马铃怎么摇头晃脑 这脚就是没办法攻击到自己 但是黑马铃逐渐加速加力 狮子察觉到了这种强大的力量 觉得情况不妙 赶紧松口躲开了 毕竟被这脚顶到后果很惨 黑马铃赶紧从地上站了起来 全力跑了两步 可是突然后腿一阵痛意袭来 才察觉到后腿关节已经被狮子咬断了 他变得没办法正常站立 他想要走路离开 可是只见他后腿完全这不了力 走一步臀部就下沉一下 这条腿没有支撑作用了 无法跑起来的黑马铃心力焦脆 就在这时 狮子又跟了过来 看见受伤跑不动的黑马铃 狮子肯定是乐开了花 心想着都这样了早晚得死 狮子接近黑马铃 黑马铃已经摊坐在地上了 看见狮子袭来 黑马铃使出了浑身解数 也没法完全站起来 他只能甩头抗击 狮子没有乘胜追击 就跟他号着黑马铃亮亮呛呛来到了一棵树下 身体完全坚持不住了 只能一屁股坐下 狮子又出现了 黑马铃依旧只可以依靠头脚来避免狮子的靠近 此时的他内心一定是无助极了 视频就到这了 黑马铃的结局最终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是凶多吉少吧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新来的朋友记得点下关注 既方便回顾往期内容 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观看 观看 观看